俄乌冲突持续胶着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 白宫最新申请了131亿美元兑乌军员 其中95亿美元用于补充美国国防部库存 和加快部分新军事装备的生产 剩下36亿美元则用于为乌克兰提供情报 军事和其他国防方面的支持 此外拜登政府还向国会申请 为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提供85亿美元 用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支持 国会山报分析称 伴随俄乌冲突持续 部分国会议员已对美国 不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提出质疑 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表示 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是以损害本国民众的利益为代价 虽然美西方不断升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美国通过不断延长俄乌冲突 来削弱俄罗斯的企图将注定失败 另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 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称 基辅政权发动的反攻 没有取得乌克兰人先前期望的成功 科比说 甚至乌克兰人自己 包括泽连斯基总统在内 都说他们推进的不如希望的那么快 人们完全不清楚乌军能推进多远 能打到哪里 或能取得何种战果 帮助